这个是我的隐形眼镜 有好多好多好多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萍在日本 今天要录一个视频呢 是跟大家讲一下 日本的彩色隐形眼镜 我会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美瞳有一些什么注意点 特别适合刚刚开始戴美瞳 或者说还是不敢戴美瞳的妹子 另外呢还会介绍 我自己平时很喜欢的几款 在日本也很流行的 非常自然的美瞳眼镜 第一点在日本如何购买美瞳呢 我记得原来啊 是需要医生处方才能购买美瞳的 但是现在呢 随着纺织游客越来越多 很多药妆店 包括唐吉哥德 都有这个美瞳的专柜 自己选择 然后填一张小单子就可以了 这个是比较方便的 第二点 如何识别日本美瞳产品上面的 数字标识呢 首先呢要看懂美瞳这些包装盒上面的系数 像日本的这个-5.5啊 代表的就是国内的550度 下面的呢就是450度 然后BC呢代表G弧 也就是你眼球的整个大小弧度 然后这里有DIA 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数字呢是代表隐形眼镜的这个直径 我自己比较喜欢很自然的这种小直径的隐形眼镜 DIA值呢大概是在14.0到14.5之间 除了盒子上面的标识以外呢 我们还要看一下说明书 说明书上呢会标注一个非常重要的比例就是含水率 通常38%算是低的含水率 透咬性比较的好 眼镜不会干 适合长期长时间的佩戴 含水率比较高的 类似于55%这种呢 就适合短期的佩戴 第三点 佩戴美瞳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首先日抛 你就日抛 千万不要两日抛三日抛 千万不要戴着眼镜已经过夜 这个是最基础最基础最基础的常识 配戴隐形眼镜的时候呢 也一定要记着 先要把手洗干净 因为我们一般是把眼镜已经放在手掌上面的 所以你手掌细纹当中会有一些细菌和杂物 另外手指尖的细放里面也有细菌和杂物 也要把它洗干净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用的洗手姿势 我叫它机爪洗手势 把右手的手指尖握成机爪状 然后在左手的手掌进行反复的打圈 这个样的话 不但是把右手指指甲缝里面的杂物洗干净了 也把左手这个掌心的杂物里面洗干净了 一举两得 另外洗完手势不能用毛巾擦干的 因为毛巾上面会有很多的纤维 会让眼镜眼镜上面会沾满这种毛巾的纤维 那我建议你啊 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式的状态 来戴眼镜眼镜是没有问题 说了那么多 终于到了大家期待已久的世代环节了 日本的美瞳呢 大致可以分成三种 一种呢 是自然系的 每天上班都能够戴 第二种呢 是混血系的 它会出现这种不同的颜色啦 然后会有一些光泽啊 第三种呢 是视觉系cosplay戴的 我个人啊 是比较喜欢自然型的美瞳 我其实配戴过非常非常多的日本的美瞳 最近我个人非常喜欢和推荐的是这个牌子 叫做Miche Blooming 他们家的美瞳呢都是小直径 另外呢 他们的花纹都非常的自然 还有通透 跟我喜欢的这种日系美妆一样 会让眼睛看上去非常透明深邃 又有立体感 虽然他们家的款式有非常非常的多啊 每一款呢 基本上都非常的自然 但是在这些挚爱当中还有一个最爱 就是这款 Ivy Lady 如果没有它 我觉得我的世界都是灰色 14毫米的一个小直径的 其实它非常简单的一款 因为我的眼眶比较小嘛 然后眼睛呢 是有点棕的 它呢 是跟我的眼睛非常匹配的 也是有点点棕的 边框呢 没有圈 很自然的一个过渡的边界 怎么样 可以看出来就是 瞳孔非常自然的给它放大了一点点 这个Mitcher Blooming的Ivy Lady 我自己叫它自然女王 展男款 不管你是上班上学 不会得罪女生 而且还可以获得男生的青睐 就是带着它去约会 哎呀 估计男朋友看不出来 接下来要介绍的一款 它叫做Cepia Rich 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呢 要比刚刚的Ivy Lady 深很多 周围边上呢 还有一圈淡淡的细细的黑环 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对比的效果啦 整个眼球的这个轮廓更明显 可以看到我的选择 依然还是跟我的发色 还有瞳孔的颜色是一致的 它有一个小心机 它是在美瞳的边缘啊 加了一圈很小的黑边 能够让整个眼球的这个轮廓更明显 你的眼睛又更加有神 搭配上比较深一点的眼线啊 黑色的眼线的话 就会让你整个眼睛大上好多 另外一款呢叫I-Dict 它跟一般的美瞳也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啊 就是它是加了紫外线吸收剂 它能够吸收70%以上的UVA和85%上的UVB 因为它是加了紫外线吸收剂的 这样的话就非常适合去户外的时候配戴 登山啦去海边啦然后去滑雪啦 因为我是黄皮嘛 所以除了红色棕色跟我头发色一样的 我也会选择有一点点偏绿色系的美瞳 这样会显得肤色比较好 会让眼睛觉得非常的柔和 出去玩的时候特别是冬天啊 其实雪会反射阳光 反而是会对眼睛有刺激的 所以在冬天出去的时候 建议大家还是用这一款 带有UVCut功能的 除此之外呢 它还会有一个高寒水量版的 寒水量大概是在55%左右 适合短时间佩戴 接下来呢还给大家介绍一款大直径 适合大眼睛妹子用的美瞳 这个叫做Fairy Romantic 就是我在心情比较好的时候会佩戴的 想用颜色吧 其实林大人推荐呢 基本上颜色都不会过火 Fairy的14.5直径的影线眼镜 如果不是眼睛特别带的妹子呢 像我这样的小眼睛的妹子呢 也是可以驾驭得了 前提是你要画一个非常完整的妆 要加上眼线和眼影 以及整个妆面 这样的话也不会显得你的 这个美瞳会有任何的违和感 眼大有神全靠美瞳 最后还是要强调一下 虽然就在日本使用美瞳已经非常普遍了 那么如果我们在日本买了美瞳 回到国内呢 如果有任何的这种眼睛不适呢 需要赶紧停用 有必要的时候呢 还有开医生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